以赛亚书第32章 看哪 必有一王凭公义执政 必有众领袖按公平治理 必有一人像避风锁和避暴雨的隐秘处 像干旱之地的溪水 又像疲乏之地的磐石阴影 那时能看见事物者的眼睛 必不再昏暗 能听到事物者的耳朵 必然倾听 性疾者的心必明白之事 口疾者的舌头必说话清楚 鱼丸人不再被称为高尚 恶棍也不再被称为大方 因为鱼丸人说的是鱼丸话 他心里所想的是罪孽 惯行亵渎神的事 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 是饥饿的人仍空着肚子 是口渴的人仍无水可喝 至于恶棍 他的手段是邪恶的 他图谋恶气 用虚假的言语 毁灭困苦的人 即使在穷乏人讲功力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 高尚的人却筹谋高尚的事 他也必坚持这些高尚的事 安逸的妇女啊 你们要起来听我的声音 无忧无虑的女子啊 你们要侧耳听我的话 无忧无虑的女子啊 再过一年多 你们就必受困扰 因为没有葡萄可摘 守何家的日子也没有来 安逸的妇女啊 你们要受震惊 无忧无虑的女子啊 你们要受困扰了 脱去衣服 赤着身子 以麻布竖腰吧 你们要为美好的田地 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垂胸爱哭 也为那些在我子民的土地上 长起来的荆棘和吉利而爱哭 为那欢乐的城 和所有快乐的房屋 也是这样 因为宫殿必被丢弃 热闹的城市也被撇下 山岗和守望楼 必永远成为洞穴 做了野驴喜欢的地方 和羊群的草场 等到圣灵从高处 倾倒在我们身上 旷野变为肥田 肥田被看为树林的时候 公平就必居在旷野中 公益必住在肥田里 公益的果孝必是平安 公益的孝宴必是平静与安稳 直到永远 那时我的子民必住在平安的居所 安稳的住处 不受骚扰的安息之处 但在敌人的国土中 必有冰雹降下 打倒他们的树林 他们的城必被遗平 你们这些在各水边撒种 又是牛驴随意走动的 是多么有福啊